好,小朋友们,那在这一节课中,我们会学习20以内的进位加法 好,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学习目标 我们会掌握呀,2到9加几的加法运算 好,同时呀,我们还会解决2到9加几相关的数学运用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9加几的,好吗 诶,这边方框里有几多小花呀 9多小花,对不对 好,这个方框外边呢,有四多小花 好,问一下他们里一共有多少多小花 好,如果说用算式表示,小朋友们都会用多少加多少 9加4,对不对 可是到计算的时候,我相信有的小朋友就不会算了 怎么算呢,对不对 好,那这个小朋友就给了一个意见 说,先放一个一圈,好,把四,这四朵花中拿出一朵花,先放进圈里边 对不对,好,放进咱们这个方框里凑成了10 因为你会算10加几都一起,对不对 但是9加几你还得反应一会儿,是不是 好,那咱们可以将这朵小花放到这儿 好,那就把它移到这儿来 那是不是这个圈里就是10多小花,圈外了3多,那10加3等了多少呀 就13多,那这样你是不是就会算了,对不对 看一下,是不是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道题 算一算,好,那这边有几个小棍呢 9个小棍,这边呢,5个小棍 好,能不能用咱们刚才算小花的道题 咱们先凑一个10出来 因为你会算10加几等于多少 10加3等于13 10加4等于14,对吗 好,那咱们怎么凑呢 好,把这5个小棍拿一个来这边,好吗 然后这边就是多少根啊 10根了,对不对 好,那这边5拿一个了之后 它还剩多少啊,还剩4 那10加4呢,就等于14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算式中怎么表示啊 其实咱们相当于把右边的5个小棍 拆分成了1和4,对不对 好,那这个1去哪了 它去找9,对不对 因为它1和9是好朋友 他们可以凑融10 好,凑融10之后 这个5呢,它把一个1给了9 它还剩多少呀,还剩4 咱们的10和4再结合 就等于14 好,再看一下 咱们这边的小太阳小小棍这道题 好,这边呢 有9个小太阳,对不对 好,9个小小棍 好,这边呢 有7个小小棍 好,那9加7等于多少呢 咱们还来凑一凑好不好 把7分成几和几 如果说9要凑成10的话 7得给它几啊 7得给它1,对不对 好,那7就被拆分成了1和6 好,那拆分出了1去找9 1和9是好朋友 他们变成10 那10再加6等于16,对不对 好,那小的小朋友在这里 他有一个疑问 说,周周老师 为什么不把9这边 多1点 来7这边呢 就是把7凑成10 那我问一下小朋友 是7离10近一些 咱们数一下数哈 7,8,9,10 是7距离10近一些 还是9距离它近一些 是不是9 所以说谁离10近一些 咱们就去凑谁 好不好 你看9都快到10了 别人再借给它一个1 就能凑成10,对不对 好,咱们就凑那个大一点的数 那如果说 比如说6加5 咱们凑谁 凑6,对不对 因为6大 把5拆分成几和几啊 4和几 4和1 因为4和6能凑成10 好吗 咱们再往下看 好,学校组织去春游 一开始有9个小朋友去爬山 又来了7个 好,问现在一共有多少个小朋友 好,9加7对不对 那等于多少呢 你们怎么算 好 9和7谁靠近10啊 9靠近10 那么咱们就把7拆分成几和几啊 拆分成1和6 因为1和9是好朋友 它们能结合在一块 凑成多少呀 凑成10 好,凑成10之后呢 那10再加6等多少呀 10再加6又等于16 就是咱们的这个结果 好,同时不要忘记了 这是咱们的应用题 咱们要作答 还要有单位 好呢 好,看一下 876加7 好,看一下他们之间的运算 咱们刚刚学习的是9加9 对吗 好 有两组学生跑步 一组有8人 另一组有5人 问跑步一共有多少个学生 好,我们看一下 8加5 先分析一下 按照高周周老师提到的方法 谁更靠近10了一些 8 好 那8 再加几等于10了 小朋友们试一试 我们先拖一拖好不好 拖几个圆圈 是不是再拖两个圆圈就变成10了 对不对 把这两个圆圈拖过去 就变成10了 好,我们拖两个圆圈进去 好,还剩几个 还剩三个 好,那10加3就等于13 对不对 好,那也就是 5倍拆分成了2和3 因为这个2要借给谁呀 借给8 他去找8了 对不对 最后2和8结合成10 好 那10再加3就等于13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的 好 算一算 7加4 6加5 好 7加4 谁更靠近11节 7 好 那7怎样才能变成10呢 加几个数啊 想不到 我们就画一画嘛 1,2,3,4,5,6,7 7个号 8,9,10 8,9,10 加几个 加3个才能变成10 对不对 好 那4倍拆分成几和几 4 4是不是被拆分成了 3和1啊 对不对 因为他要给3 让3去找7 凑成一个10 然后再来加生下的部分 所以说4倍就被拆分成了3和1 好 那3去找7 就等于10 那10加1呢 等于11 就特别简单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6加5 等于多少 哎 看一下 6加5 谁更高兴11些呀 6 好 那拆谁呀 把5拆了 好 那5拆 拆成几和几呢 小朋友们想一下 想一想 6加几等于10 6加4 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这边是画好的10个小棍 我们可以先圈出6个 1 2 3 4 5 6 好 这边6个 好 那6加几等于10 是不是4个 好 那也就是5倍拆分成了 4和1 4去找10 对不对 好 那4 4去找6 4去找10 4找6 结合成多少 等于10 那10呢 再和剩下的1相加 等于11 好 那再看下一道题 有8只小蚂蚁在搬10 又来了7只 问一共有多少只 我相信练算式小朋友们都没有问题 直接用8加7的就可以了 好 那8加7等于多少呢 好 还是按照我们刚刚学过的方法 先凑一个10出来 好吗 好 那谁更靠近谁一些 8 那我们就去凑8 8谁拆了呀 87拆了 7拆分成几和几 你想一想 8和几凑成10呀 8和2凑成10 对不对 好 那也就是7拆分成2和5 好 那8和2凑成10 对不对 那10再加5呢 等于15 是不是小朋友们就会了 对不对 好 同样记住这是应用题 要记住咱们有单位 还有答 好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好 算一算 5加8 先看第一道题 好 要把谁拆了呀 把5拆了 为什么呀 因为8更靠近10一些 对不对 好 我们把5拆分成几和几 8和几组成10呀 8和2对不对 好 那就把5拆分成了3和2 然后2去找8 好 2和8结合成等于10 那10加3呢 等于13 好 我们再看这道题 4加8等于解 好 同样的拆谁 拆4 因为8和2结合成等于10 所以我们把4给拆了 好 那4拆分成了2和2 2去找8等于10 好 那10再和剩下的2相结合 等于12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往下看 3加9 拆谁呀 拆3 9跟靠近10 好 那3被拆分成了 几和几 你想一想 9和几组成10 9和1 好 那3就被拆分成了 2和1 让1去找9 对不对 好 那1和9结合成10 那10再和2 结合成12 好 我们看最后一道题 2加9 那谁大一些 9大一些 好 那咱们就把2给拆了 好 2拆分成1和1 1来找9 1找9等于多了 10 是咱们写上的10 10加1等于11 好 来 咱们看一下 咱们刚刚学过的 都是将谁拆了呀 将那个小的数拆了 对不对 让大数留着 对不对 谁更靠近10 就把谁留着 然后把另一个数拆了 去找那个数 然后凑成10 好 那我相信在拆的时候 小朋友们一定想 集合9 凑成等于10 集合8 凑成等于10 那数字集合7 又凑成10 好 集合数字6 又凑成10 好 那在这里 周周老师给大家 编一个小口诀 好 1919好朋友 2828 手拉手 3737 真亲密 好 4646 一起走 55凑成 一双手 五鞋下边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两相加 都是等于10 那如果你把这些 口诀背会了的话 那在拆的时候 你们一下想到 5要拆分成几和几呢 5要拆分成 3和2 因为2828 手拉手 对不对 好 2和8 几和成等于10 所以说 5就一定要先 拆一个2出来 生下3 对不对 这个就很简单了 好 那我们再过一遍 1919 好朋友 2828 手拉手 3737 真亲密 4646 一起走 55凑成 一双手 好吗 好 那掌握这个之后 相信小朋友们 做题会特别快 好 咱们再往下看 好 有4个糖果 又买了8个 一共有多少个 来 我们首先列算是 好 4加8 问一共有多少个 肯定是加8咯 写上先写上等于号 好 那4加8等于多少 还是按咱们的凑时 对不对 好 拆谁呀 拆4 凑谁 要把4拆到之后去凑8 对不对 因为它们要一块凑成10 好 那4倍拆分成几和几 4倍拆分成 想一下 因为咱们要想 几和8几和成等于10 咱们刚刚背过 1919好朋友 2828手拉手 对不对 所以说肯定会给拆分成2和2了 对不对 那2再和8几和等于10 对不对 好 那10再和剩下的2结合等于12 所以说最终结果等于12 好 记住咱们的单位和咱们的答 这是应用题哦 我们看一下课堂练习 在圆圈里填上大一号小一号等一号 那我相信大一号小一号等一号的写法 应该不用复习了吧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他们怎么来比较 来看一下 有他们的数字多大 好 算出他们的结果之后 咱们的经营比较会比较容易一些 好 6加7和15经营比较 6加7等于多少 好 我们看一下 谁更靠近11线 7 所以说把7留住 拆谁啊 拆了6 好 把6拆分成 几和几 你想一想 7和几 7和谁凑成 凑成等于10 7和3 对不对 因为我们背过了 3737真亲密 所以说 6就被拆成了3和3 那3和7凑成等于10 那10再和剩下的3 几后成等于13 那所以说13是怎样啊 13是小于15的 所以说有小于号 然后再看下一题 看一下 好 9加3和12 来想比较 9加3等于多少呢 好 同样 我们先拆谁 拆3对不对 好 把3拆分成 1和2 因为1919好朋友 对不对 1和9能凑成10 好 他们凑成等于10 那10再和2 结合等于12 那12和12怎么样 是相等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用等号 看下一个 7加5和16进行比较 同样的 我们需要先将 7加5的计算结果算出来 好 那7加5等多少呢 先去干嘛 凑10对不对 好 拆谁 拆5 好 把5拆分成几何解 先想一想 7和谁凑成10啊 7和3 所以说5被拆分成 3和2 那7和3 凑一块等于10 那10再加剩下的等于12 好 那12和16相比 谁大一小呀 12小 12小于16 好 再看下一题 9加8和18进行比较 好 那9加8 9更靠近11点 所以说咱们把8给拆了 8拆分成 几何几 1和7 因为1919好朋友 对不对 1和9凑成等于10 所以说1和9几何等于10 10再加7呢 对不对 等于多少啊 这个10 10再加7等于17 好 周老师写旁边了 好 17和18相比呢 17小于18 又小于号 好 我们再看这个 8加6和20来比较 那8加6等于多少 我们来凑一下 好 同样的先凑成多少呀 先凑成等于10 好 我们要把6拆分成 几何几 2和4 因为2828什么呀 手拉手 对不对 1919好朋友 2828手拉手 3737真亲密 4646一起走 55凑成一双手 好 那也就是说 6倍拆分成2和4 那2去找8 他们一块凑成了10 那10加4等于14 那14和20相比呢 14小于20 用小于号 来看 最后一个 5加9 5加9等于多少呀 好 同样的把5拆了 因为5小一些 对不对 好 9靠近10 那1919好朋友 所以说5倍拆分成了1和4 那1和9结合等于 等于多少 等于10 好 那10再加4呢 等于14 好 那14和13相比呢 14大于13 所以说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他问他们一共种了多少朵花 他说 我种了8朵花 然后他说 我跟你种的一样多 那应该是几加几啊 8加8 对不对 好 8加8 好 那8加8怎么算呢 好 他们俩都是一样的 我们拆 认一个就行 好吗 比如说 我就拆第二个吧 好 第一个留着 那8 8和几层用10 2 对不对 2828 手拉手 所以说8被拆分成了2和6 那2和8结合等于多少呀 10 对不对 好 那10再加6结合呢 结果就等于16 所以说 结果是16的话 好 来 记住 咱们的答 不要忘记了 好 好 看一下咱们的课堂小节 那在这节课咱们学习了 二十以内的经位加法 看一看 还有什么呀 9加几 有运算 还有数学应用题 还有 876 加几相关的运算 还有应用题 好 还有什么呀 5432 加几的运算和数学应用题 好 那在最后呢 咱们再复习一下 周周老师给大家编的那个口诀好吗 谁和谁凑成等于10 好吗 来 1919 好朋友 还有呢 2828 手拉手 还有呢 3737 真亲密 继续 4646 一起走 还有呢 55凑成 一双手 对不对 好 那这节课呢 咱们的支持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那下节课咱们继续 再见 不哒 快损